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今天這一集 大家一定要把它看完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 爆了一個3800多億的量 尤其是在最後一盤 1000多億 灌出來 當然小朋友都知道 是因為怎麼樣 調降權重 MSCI 對不對 那老船長 那不是完蛋了嗎 因為你跟我們說 爆歷史添大量的時候 台北股市就完了 我有講的那麼明顯嗎 我說最快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講慢一點好不好 你做筆記 那你聽很多分析師在胡說八道 因為他們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誰怎麼講他們就跟著講 完全沒有思考的能力 我等一下會講得很仔細 你們一定要把它學會 一個暴歷史天亮 你看我講的邏輯對不對 你今天看到3800億 我請教一下 我就教一下 假設啦 假設不犯法吧 對啊老船長 假設明天4000億呢 後天4100億呢 那你能說3800是最大量嗎 老船長那什麼叫最大量 最大量往往是回過頭來看 最大量 我講這句話各位認不認同 沒有人知道最大量是多少億啦 除非他怎麼樣 虎爛 嘿有道理 就像一檔股票的最高價誰知道 宏達電的最高價 現在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都知道 電腦一按就曉得 國具最高價1300多 大家都知道 大力光6000多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當下沒人知道嘛 除非他是神經病 老船長你講的很有道理喔 不過因為MSCI調降權重 最後一盤爆了1000多億的量 所以台北股市近期 應該不可能再爆出 3800多億的量 那現在重點來了 請你更仔細的聽好 人家常講 量是價的先行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的量先出來 我後面呢 我高量嘛 對我後面會有怎麼樣 高價 你們聽到的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不要忘了 我叫古海老船長 我不會怎麼樣 人云亦云 人家怎麼講我就怎麼解 那我還叫分析師嗎 好啊那老船長你趕快講啊 你擠什麼 測標寫得那麼清楚 有的時候量價它會同時到頂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今天這一支股票好了 我們講股票你就懂 它的價最高了 它的量也是最高了 這個叫做量價同時到頂 那你回到大盤來看 大盤今天怎麼樣 這個點 注意看喔 看到沒有 這個點是最高點對不對 現在又是台北股市 歷史的最高點 目前看起來 那如果今天這個量 也是最大量 那叫做價量同時到頂 那就怎麼樣 看這裡 Kalki 明白嗎 那老船長完蛋了 欸不要急嘛 那如果是量是價的先行 代表後面還有高價 那老船長到底是量價同時到頂 还是量世价的先行 后面还有高价 我就跟你说 只有神才知道 对不对 那你不要讲什么 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台北股市 好歹也创了几十年的新高 结果你满手股票套牢 你好不好笑 你看我的节目 你好意思吗 我跟你们说过 一再的创新高 结果你满手套牢股票 请你离开那个大魔头 他把你当猪脑袋 我自己都讲到已经 我不想讲了 你看我的节目 我讲这一段 已经你耳朵都长茧了 结果呢 事实依然就怎么样 发生在你的身上 没有改变过啊 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 大魔头 对吧 真的老船长 我们希望大魔头有一天 能够从善如流 能够做好事 对不对 这个好心一点 带我们解套赚钱 你慢慢等 他今天又跑去讲 涨停板的股票了 我讲的对不对 你看他的节目嘛 而你的股票 套死跌死停损的 他通通都不讲 那当然这时候 有人就不服气了 那老船长 你们怎么样呢 来 你很喜欢看我 讲这一段话吗 希望你大家看了心里面 不要痒痒的 也不要很酸 然后也不要难过好不好 Come on 我所有会员 所有资金 只押一档股票 今天 看测标 再创新高 我的会员都在看我的节目 我说谎 就是每一个会员赔5亿8千万新台币 这个能造假吗 今天再创新高 光照你去打听一下 你问国小二年级都知道 麦克风嘟过去 小朋友 你知不知道老船长的会员 做什么股票 什么笨蛋 光照2338 那你不相信 你看我昨天的节目 昨天节目你看完 你看我前天节目 前天节目看完 看我大前天的节目 大前天的节目 看完看我大大前天的节目 YouTube现在随便点都有 我能造假吗 我这么多会员在看我的节目 我们如果有第二档股票 也是每一个会员赔5亿8千万新台币 老船长好羡慕你的会员 对不用羡慕啦 我每次节目完的时候 我都坐在这边对不对 这个千拜托万拜托 希望你要有勇气 拿起电话来对不对 跟着我们一起来 你在干什么 对弄弄指甲是不是 然后怎么样 掏掏耳朵啊 你有理过谷海老船长吗 扪心自问嘛 我觉得时间可以证明很多事情 我们就讲 为什么老船长很在乎股市跟人生 你看很多人 夫妻啊 我们讲夫妻嘛 夫妻你看 在看我节目的最多嘛 我们就讲男生 我们不要讲女生不好 当然欧巴桑打来骂 我们讲男生 臭男人 对不对 追你之前 追到你之前 你现在回想一下 你的老公追到你之前 是不是百般呵护啊 你讲什么 他都是好 yes 对不对 不敢讲no 虚寒问暖 对不对 上下班接送 带你吃好吃的 对不对 带你到郊外去走一走 高级餐厅 无所不用其极啊 你看看这些臭男人 对不对 在一起到手啦 变成女朋友啦 也稍微还不错啦 对不对 结了婚 那又不一样啦 对不对 那结了婚以后怎么对你的 我就不要讲 你自己回忆一下 你的老公 对不对 在追你 跟追到变女朋友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变老婆 她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几乎都会改变 没错吧 这个就是人性嘛 不会去珍惜 拥有的就 反正就已经是我老婆 跑不掉了 然后态度啊 各方面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那是要经营的 你要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或是持续好 你要付出啊 那如果经常付出 有人觉得很辛苦 其实不会 人与人的互动 你付出我付出 到最后会怎么样 大家都很舒服啊 感觉很好 那如果说你也认定 我也认定 我们两个你不会跑 我也不会走 然后就开始怠慢了 所以你看有的夫妻 到最后反目成仇 对不对 那老船长 这个跟股票市场 有什么关系啊 股票市场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你刚刚开始来到市场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认真啊 然后到后来呢 到处打听名牌啊 自己都不愿意付出啦 人家讲什么 你就买什么 对不对 老船长真的耶 所以我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 不管是股票或是人生 你都要付出 而且要不断持续的付出 是不是 那当你如果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我是指在股市的话 那你就要找一个专业的 你怎么会找大魔头呢 对不对 像今天台北股市再创新高嘛 空头大老书 他会怎么演 他节目连看都不要看 他会怎么说 你注意看哦 你看吧 你们这些人在追高嘛 追高都套牢了啦 报了3800多亿完蛋了啦 就讲这些废话嘛 那我刚才讲那个是不是啊 量价同事到底 或是量价价的先行 那是真正专业啊 国内很少人像我这样 讲得这么仔细 这么清楚的啊 那个不是乱掰的啊 空头老师只要一句话就 他就是刺你嘛 你看你看 追高细啊 你们是买在这不是钻死了吗 他是空在这的 他说人家买在这边死 他空在这的 但是啊 我跟你讲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很多人以为胡说八道 老天爷会放过他 我从来不觉得 所以我都战战兢兢啊 不敢在这边胡说八道 对不对 那就算大盘尾巴这样摘下来 啊又怎样 再创新高 很稳啊 有报大量吗 有吗 你用眼睛看有吗 这里大量起涨锁住 我们就在这边买的 看到没有 所以你跟到一个好的老师 他是把你的钱当做自己的钱 但是很无奈 大部分的老师就是每天满脑子 就是我怎么骗 怎么样招收会员 至于会员赚不赚钱 那跟他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节目上都讲的永远大赚 持续大赚 不可能不赚 每一天都涨停板 你参加都是殊死挂掉 这就是骗局嘛 我觉得很多的观众 为什么都已经几十岁的人了 对不对 看电视看看就瘫掉了 为什么 贪啊 说穿了就是贪啊 对不对 他节目是不可能赔 永远赚 那他比皮尔盖茲还厉害 他比郭台铭还厉害 郭台铭皮尔盖茲再厉害 一天赚不到10% 他是天天10% 你看节目不是天天10%吗 那这种鬼话 观众为什么会信 贪啊 我如果参加之后 我就可以超越郭台铭了嘛 参加 两个字挂掉 我送两个字 活该 因为你贪嘛 如果你今天不贪 你像老船长 你相信我开大门走正路才对 虽然辛苦 但是啊 人生就是要走这样的路嘛 才踏实嘛 时间拉长了 你看谁会赢 现在全国 只有我的会员是 所有资金 只有一档股票 而且底部进场 你从多少钱开始看 31块多 32 33 34 35 36 37 所以观众用看的 会员用赚的 那只要老船长在的一天 你都有机会 但首先你来离开大魔头 下半段节目回来 不要走开 我们继续分析 古海茫茫 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得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得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得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得头顾 恰询电话0800-555-808 0800-555-808 我常常在节目上 直接跟我的会员朋友喊话 我说你们也不用 老船长你都开牌 这样讲干嘛参加你会员 有些会员会有这种反应 我从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层次 你要知道很多人 他是没有钱 他也希望在股市赚一些钱 这里面有很多是怎么样 生活很辛苦 也许爸爸妈妈要照顾 小孩子要照顾 他也很想参加老船长的会员 但是他没有钱 他真的没有钱 他只是希望透过电视 他终于找到一个正派的 他来跟一跟单 当然我不鼓励 因为我们要出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你 这个大家都能够体谅 所以我不鼓励跟单 那么他因为看节目 他自己去买 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他赚了钱我恭喜他 但他套牢我没有办法 大家觉得我讲这话 厚不厚道 很厚道 那他没有钱交会费 对不对 那我不会因为说这样子 你们这些人都去死好 我从来不会 交会费的才是我要收的 那我的节目就像那些老师一样 就是纯粹收会员 天天大赚永远大赚 我不会这样干 而且我会跟观众分析 为什么我们所有会员 在底部重压这一档 那时候全市场还没有人看 我们当天进去 直拉锁涨停 再看一次 我们从这边进去 当天直拉锁涨停 第二天再涨再涨再涨 洗再涨洗再涨 今天创新高 就像我讲你从31块多 32 33 34 35 36 37 你还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说过我有消息 我有资讯 我知道还没有来到 人家主力的目标价 这支股票不是外资 也不是怎么样 投信自营商可以撼动 它是主力的 所以有些时候 你看那个外资买卖 那个几百张 一千多张 那个都没有用 真正这种股票 是有钱的主力 看好的股票 为了瞎的迷 因为我就讲半导体 半导体 半导体 你看联电 标成什么样子 联电 这个叫联电 你把眼睛插亮 它叫联电 有多少人卖在十几块 现在吐息 今天拉到四字头 再创历史新高 没有啦 就这段时间新高了 过去的联电 有一百多块的 好 那现在重点来 老船长 你光照关联电什么事 联电是光照的客户 看清楚 八寸晶圆的天下 是联电 台积电是十二寸 那八寸晶圆是联电 不管是八寸或十二寸 这两个都是光照的客户 那光照呢 他就买了联电的股票 因为他知道半导体 因为我讲有时候就这样 你自己本身在做半导体的供应链 你也就知道联电会怎么样 缺货嘛 供不应求嘛 会大赚嘛 所以呢光照就去投资联电嘛 人家也没有什么内线交易啦 人家就是很专业 知道联电十几块 十五块多是怎么样 很便宜 而且半导体的熔景要来了 所以呢 他们就买了三万张的联电 这个三万张的均价是多少 就在这边啦 十五块九 听到没有 买完之后呢 再创新高 我帮他算了一下 有赚到七亿 这三万张赚的联电 就是业外收入七亿 还没入账 那你看光照的股本多少 他的股本二十五亿 赚七亿啊 大概赚多少 EPS 两块多啊 这两块多还没有入账 还没有入账 光照自己本身 本业Q3就赚多少 一块三二 所以这就是整个半导体的 这个景气 连电为什么会冲上去 因为八寸晶圆怎么样 也是供不应求嘛 当然台积电的股价 已经冲到多少了 最多到五百多了 联电是没有办法跟他比的 因为你是怎么样 就是唯一世界唯一嘛 但是八寸也翻身啊 不管你八寸会 八寸就是光照拿手的嘛 对不对 台积电十二寸他也怎么样 他已经介入了 今年开始光照跨入十二寸晶圆 有没有 所以你认为三字头可以满足光照吗 你认为呢 那你看节目从三十一块多 我公开 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六三七 我不要讲我前面的股票 我前面一支一支哦 我都喜欢一株一株来 都是所有会员 只有一档 全部重压 大赚再出来 再换这支 再大赚再出来 而且你们看我节目 都会延续讲一段时间 别的老师是 今天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一看就诈骗了 你们自己要被骗活该啊 这本来就是 我已经讲穿了 你们还要这么傻 有的人不相信啊 老船长你胡说八道 哪有可能 头顾分析师有证照 怎么可能说谎 你会不会太天真啊 这种东西小朋友都知道了 你们还傻乎乎的给人家骗啊 真的耶老船长 我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当然知道你们的一个处境嘛 对不对 因为又不是所有人都是我的会员 只有少数比较冰雪聪明的 早早就参加我了 越早参加赚越多 对不对 那当然我不能说不管 这些非会员朋友 那有些他就没有钱怎么办 就我刚刚讲的 那你就只有看节目了 自求多福 对不对 那至少我对你们真心 我不会骗你们 我把你们当人 没有把你们当猪脑袋 对不对 你认为我把你当人 你OK你帮我按赞吗 那你喜欢人家把你当猪脑袋宰的 你去看别台嘛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像盘中什么大财经台 跟大老师连线 那鬼扯 我今天就听到一个大老师说什么 他说缺口理论一定会来补 我快笑死 谁规定缺口理论一定会来补 真正的缺口理论是说 常常大部分会回来补 有的没有回来补 这就鬼扯淡嘛 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是随便讲话 可是观众他因为无知 他没有专业 他就把他记下来了 那可能有一天你就害死人家了 所以话不能乱讲的 我在这边负责任讲缺口理论 大部分时间会回来补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补 看看是我专业 还是那个大老师专业 鬼扯淡 他常常讲的股票 我都会 因为我盘中也会去观察嘛 事后印证乱七八糟 说这支股票 什么委屈了 叫做什么要滑 结果跌死了 然后委屈 老船长看好的是什么股票 PCB 星星冲出去那个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 因为是11月最后一天30号 明天就叫12月1号 这是我们公司 请导播照进 你不要找我 你找我们公司算账 12月1号 这个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在那边 哎呀呀呀呀呀 算账怎样怎样 我也说过一句话 就算调成这样 我觉得也OK啦 因为 我有把握 带你们把会费赚回来 最起码的 对 因为我之前 会费就是算得很低嘛 所以这个才会涨400% 你不要怀疑啦 你要参加特会的 你就是趁今天最后一天的 大资金的朋友 你明天来试试看嘛 那你说这四倍这么贵 不会啦 有些特别会员他资金很大的 一挡股票 我就可以带他赚超过100万起跳 那算什么 对不对 人家看我节目的 帮我做证人的 我说观众帮我作证 这个绝对有 这个也绝对有 那你说这个有没有 那特别会员随便都买几百张的啊 随便都几百万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 因为这几支加起来 随便没有几百万吗 当然有嘛 当然有些特别会员很调皮 你叫他买他不买 他看看看看 看他涨高他才买 有没有这种特会 有啊 所以我至少做到我的部分 对不对 那你会员你参加了之后 你还有自己的意见 你要怎么胡乱做 甚至怎么样 永远都不相信老穿帐 那你就少赚嘛 这一段时间 你就是两个字少赚 对不对 最听话的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 赚最多赚翻啊 那你告诉我台面上 所有分析师啊 全国所有分析师 哪一个分析师 他的会员是 所有会员 只有押一档股票 而且那档股票 一只接一只 喷发大赚的 你找一位 给我退出投顾业嘛 每一个都说很会赚 你叫他讲一次啊 我节目说谎 我下十九成地域 不得好使哦 我向官司应菩萨发誓哦 我刚刚讲这些东西 如果造假 就每一个会员 赔五亿八千万 你请你的老师讲一次 我就退出投顾业了 我讲十几年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要不要离开 控制你的大魔头 今天是十一月三十号 最后一天了 明天十二月一号 你明天来你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说什么 这公司不是我开的 所以大家要讲道理 我已经提醒 提醒你了 上礼拜五也提醒你 今天最后一天 我也提醒你了 那你始终不愿意拿电话 你看现在怎么办 那你剩下最后一小桶金 你还跟着大魔头吗 我下一档股票准备要进场了 也许就在明天 现在把握最后机会开始拨打 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